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快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端午吃粽子 中秋吃月饼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 部队也会给每个官兵发月饼来过中秋 今年 我们中队长邱自强带着我们的趋势班研究 其怎么制作军营月饼 将大家吃上有军营特色的月饼 说干就干 买模具 各种作料 包装和 从网上学习制作月饼的方法 中队长邱自强就带着中队趋势班大概起来 由于之前没有做过 不是考读了就是裂开了 尝试了很多次 经过切而不舍的努力 最终成功制作出大家满意的强军月饼 这种带有军队特色的月饼 中秋佳节最适合我们军人 让我们在思念家乡的同时 更能加深自己对自身使命的理解 为实现强知梦天砖加打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献力量 作者 张国华孙思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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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